現在是早上八點鐘吧 我們大概六點半左右出門 然後要先送小肉去香樹哥 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忙 所以現在在開車 今天早上大概要開一個多小時吧 我今天瀏海那麼多 大概要開一個多小時 然後到了那個速度的地方 我跟小禮再去咖啡店等她下課 然後等她下課的時候呢 就是工作的時候 待會見 現在是早上八點 然後呢 我跟小鹿就在玩這個黏土 就是黏東西的那種黏土 上次我們去飯店拿的 然後呢 後面就有這個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呢 然後呢 拉這個那個就會往前拉呢 我們就會 它就會跑到這裡 你一直拉一直拉 它就會這樣往前就不見了 這就是我們家玩的囉 嗨大家好 要介紹一下 現在要去上速度課 速度它就是教你快速讀書的方法 我覺得很有趣 我想要再上個進階的課程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去上課 待會他們送我到教室的時候 然後他們自己會去咖啡廳 現在停口車啦 我們要走到 他上課的地方 哎唷呀 我的包包掉了 好 今天電氣真的很好 但是 待會我的朋友要來找我 聊聊天 下午還有一個其他的活動 待會再跟大家去看 因為他剛剛打翻了 所以現在很緊張的正在擦桌掌 然後剛剛因為一個緊張 所有的人都來看他 你也知道他的聲音就是太大了 我就擦乾淨就好啦 不要太緊張 OK嗎 我們現在已經坐在咖啡店了 然後等我的朋友來 剛剛接完小路下課 然後他現在就是被我妹接走了 因為我今天下午要去一個活動 沒有辦法送他們去攀岩課 所以因為我妹的小孩剛好也有在上攀岩課 就請他來這邊接走路里 然後他送他們去攀岩課 我去參加我的活動 等活動結束之後呢 我再回去接媽媽 再去上游 怎麼這麼忙啊 在活動開始 大概還有半個小時 然後我現在在停車的路邊 是一個安全的停車的地方 我先工作一下 然後等會再停到停車場裡面 就是至少還可以省一點停車費 還有一點時間 好補一下我的指甲油 小小的指甲油真的很方便 他就是隨時都可以在各個場合 查不會發出臭味 這也是當初為什麼我決定要做 沒有臭味的指甲油這件事情 我今天用的是那個微薰櫻桃 這已經被我用掉半瓶了 因為他真的很好用 他就是我今天擦的是漸層的顏色 就是因為他是有一點那種類似 比較透明的修飾膚色的指甲油 如果你單擦一層的話 他就是薄薄的 然後讓你的手看起來有一點血色 那如果你在擦第二層 就是從指甲中間往下擦的話 他的指尖的顏色就會越來越深 所以我今天擦的是這樣子 有一點漸層 遠遠看的時候他其實就是 上面看起來比較深 然後下面其實就是薄薄的這樣 有夠熱的 不管 我先去會場的開始 因為這個菜也是有在外面 然後參加完了Ipia的新品發明 很多人的解說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在2019年最新的目錄 線上也都可以全面下載 因為他們的新品大概有2000多樣 所以一時也沒辦法把口頭說清楚 那我現在就是要到Ipia的登北店 逛一下 所以每次在這種地方就是永不住的貨費 然後Ipia就是一個很好拍照 很好採賣的 而且他們這一次有大概200個以上的品項 將近下了旅舞者或是旅舞者更低的折扣 就是一個很恐怖的折扣 如果你要改裝你家就快來吧 剛好趁著媒體團有機會來放一下 不然我真的完全沒空 然後順利看一下最近動了 很想要改造小小分公司的念頭 所以就 你知道如果來到這種空間 就會加深那個意念 就是你可能只是動了一點點念頭 但是來到這種地方 你就會覺得這也可以那也可以 好像也不貴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套 一套桌子加桌子加那個那個叫什麼 然後趕緊的出現回事 你知道嗎 這裡要上 發現真的很多停車場 有沒有真的超北齊的 挺好遠 我現在上車了 然後現在是2點54分 我要在3點10分以前 趕到南港 然後接路離 再回到村子外面上游泳客 然後從這邊到南港的時間 大概是10分鐘以內可以到 但是從南港進入村子裡 可能要一個多小時 因為他們5點鐘要上游泳客 暑假的媽媽也太忙了 現在接到小孩囉 我們要去上游泳客 我們要去上游泳客了 我以前因為要下水就在哭 現在我不能下水也在哭 那上車去吃火鍋 媽媽不小心滴到我就看到了 很痛 拜拜 現在到了游泳池 我又去菜市場買了水果 整個就是一個非常緊湊的行程 然後現在等他們游泳 我們要去買水果 有時候來游泳 我會去山車 我來游泳 你會去山車 那游泳 我來游泳 我來游泳 我去山車 我來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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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吃碗一下 因为像你这种嗑 我非常的饿